2月8日消息 聚财联社报道 上海钢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生产电动汽车里电池的部分原材料价格继续狂涨 碳酸里今日每吨上涨14000元 最新报价38万元每吨 氢氧化里每吨上涨10亿5011500元 正极材料磷酸铁里每吨上涨7500元 结合生意社的数据 电池及氢氧化里2月7日报价31万元每吨 今日上涨后将突破32万元每吨 而磷酸铁里今日报价14万元每吨 近期价格持续稳定上涨 供应严重不足 近两年里电池原材料的价格真的是涨疯了 据央视财经以往的报道 碳酸里原料在去年一月份的报价约5万元每吨 今年一月份首次突破30万元每吨 如今更是狂涨到38万元每吨 短短一年间价格翻了近8倍 几乎是每天一个价 实在疯狂 去年 全球各大车企都在快速转型电动汽车 造成锂电池严重供不应求 各种原材料价格飙升 今年 电动汽车市场发展还会加速 宝马 奔驰 雷克萨斯等车企还将加速电动化进程 推出更多电动车型 这必然会使得锂电池的供应更加紧张 原材料价格也将跟着上涨 以电池原材料涨价 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电动汽车价格上涨 据了解 以电池价格稳定时 汽车电池的成本大约 占整车成本的40% 相当于一辆售价20万的电动汽车 以电池成本要8万元 如今 以电池原料价格翻了数倍 电池成本肯定也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原本只要20万元的车 现在售价估计要涨到25万乃至更高 近段时间 特斯拉汽车已经多次涨价 Model Y标准续航版的官网售价30万1840元 比刚上线时的27万6千元贵了2万多 其他车型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上调 加上2022年新年能源汽车国家补贴退坡 30% 消费者买车的成本更高了 新能源汽车必然是未来的主流 但车企的快速转型 导致各方面供应严重跟不上节奏 以电池、芯片等都出现缺货、涨价的情况 充电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也无法满足车主的需求 电动汽车虽然挺香 但真不用急着买 等市场稳定后 或许会迎来一个更为亲民的价格